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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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會說一個叫做 調碼掃瞄器的功能 它也是一個飛河線元件 當我們開啟了元件的時候 會看到一個叫做使用外部掃瞄程式 建議大家把這個剔口 剔走它 直接用AI-2 所包含的 讀取語言文化功能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看 程式介面部分 程式介面現在做好 就是一個按鈕 按鈕就是做一個scan的動作 當我們按了這個scan的按鈕 它就會開啟 一個掃瞄的功能 在讀取程式然後啟動 語言文化掃瞄 然後把掃瞄的 一個文字 或者一段的字存 就會顯示 在答案下面的標籤 接著來 我們會看程式設計的部分 程式設計的部分 我們開啟了一個按鈕的功能 當按鈕被鬆開的時候 就會敷檢一個叫做 調碼掃瞄器 執行調碼掃瞄器 這個功能是在調碼掃瞄器 裡面的第二項 當我們讀取完 這個調碼掃瞄器的功能 讀取資料之後 我們就會將它的檔案 返回到標籤1的文字 方法就是利用 調碼掃瞄器1的掃瞄結束 然後把這個返回的結果 放入去 標籤1的文字裡面 又或者我們可以 好像現在面前的例子 使用調碼掃瞄器的 調碼掃瞄器1的結果 亦都可以讀取 這個掃瞄器 所得出的一些資訊 接著來我們直接 看結果成不成功 程式成功開啟的話 看到有一個按鈕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 顯示答案的一條 橫線 然後我們可以 選擇一個免費的網址 這個網址裡面 可以自行 幫我們生成一個 QR Code的同案 我們今次會選擇一個 文字的檔案 我們嘗試打TEST123 然後去輸出一個 遙文碼出來 當我們完成後 我們可以嘗試 啟動回手機的程式 然後使用Scan的功能 我們就讀取一個 二維碼數值 如果讀取成功的 大家就會見到 畫面上顯示的 Answer 下面寫著 TEST123 跟我們所輸出的 一個QR Code裡面的文字 是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可以讓同學 試一下 可不可以做到相同的效果 好了 TEST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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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123